对,我们进到简报19页之后 要来跟大家介绍OneNote的 那以今天我们来讲的话 OneNote它跟欧函端教室配合的话 主要是用来做什么 当教材库 也就是老师你有很多教材 有很多这个提醒 我可以把它整理在OneNote里面 尤其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影音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比较轻松的管理 而且OneNote在这一块 它没有限定你 那个可以增加的那些影片啊 教材的数量 它有开免费账号有设定什么 开教室或者是开课程的数量 但是课程里面它没有限制你 你可以放多少教材 因为对来讲它只是一个连结 所以都还好 那么您看简报的20页 20页 我们有免费的课 免费的方案也有付费方案 这样了解吗 我的是比较特殊的 其实我用OneNote大概已经十几年了 所以没有疫情之前就在用的 只是他们当初走太快 因为那时候学校没有这个环境 教学环境没有这些设备 所以呢 他们那时候比较强调叫做翻转学习 可能大家都有听到翻转学习 对不对 就像这样子 所以说 他比较强调就是课后 还有我们上完课回家之后 同学自主学习的那个概念 那到了疫情之后呢 当然就是他又推出欧华云端教室 事实上欧华云端教室的功能 在他以前就有 只是就像我刚讲 推得太快 而且那时候环境不成熟 所以他后来拿掉了 然后到疫情前 好巧不巧 他刚好推出来 所以刚好就符合 等于说云端教室这边比较强调什么 老师跟同学的互动 还有班级经营 即时的互动 那么OneNote这边比较用在教材的准备 还有也是班级经营 但是比较强调的 就那时候没有那种互动环境 所以如果我们是欧华教室 加OneNote的课程 这样就是免费的 那如果你像把OneNote当作 好像Google Cashflow这样来经营的 他叫做群组 那如果你用这个搭配欧华教室 就是属于付费的 这样了解 所以老师其实我们就是左边的方案 就够老师用的 这样可以吗 先对OneNote有一个概念 好 那我们现在请大家进到简报21页 这里有OneNote的那个连结 左下角 有没有找到 简报21 21 好 您就可以帮我打开OneNote的网页 那我要麻烦老师哦 因为呢 你要登录 注册OneNote的时候 麻烦你 帮我用跟刚刚OHA云端教室同一个账号 你只要用同一个账号注册 他会自动帮你把两个串接起来 所以老师打开之后请你到右上角 有没有一个会员登录 会员登录 您按下去之后 请选择用你的Google账号 然后就用相同的Google账号帮我登录 这样就可以 那有时间登录了 时间登录了就表示你以前有用过啊 虚拐 虚拐你以前有用过 早就忘记它的存在了而已啊 所以连授权都不用啊 我们连授权都没用过啊 其实你们应该很早前都用过了 因为以前在新北跟台北有在推 对所以其实老师早就入坑了 真的真的真的 是吗 是啊 应该是会进到发现里面的课程 就是如果你第一次进入的话 应该是在发现里面的课程会长得像这样 因为OneNote也是一个平台 数位学习平台 所以上面有很多其他老师的资料 有没有 那您看哦 只要是放在发现这个类别的 这里就是公开的 单元就是一个一个教材 课程就是多个教材组合成一个课程 那群组呢 就像我们Google账号那个概念 就是经营班级 这样了解了 但是只要是在发现这个选单里面的 您都可以随时加入 不管是课程我可以订阅 群组我可以加入 这样老师理解了吗 好 所以您可以先看一下 那左手边这里 这个这两个 课程跟群组就是您自己建立的 或是您曾经加入的课程或群组 这样有没有了解了 可以了 那以我们今天要用的来讲 就是把OneNote当作是老师的一个教材库 我就是把它要来课程这里 老师麻烦你帮我 在课程这边点一下 点一下 好 那你们看到的应该是这种 因为我的东西比较多 所以我的是列表的 还是你们课程都是空的 会不会不是啊 这样的 很好 很好 这样 因为我的资料太多了嘛 哈哈哈 好啦你空的也没关系 请到右上角这里 或者里面有没有一个建立 有啊 嗯 所以我们请大家先建立一个自己的课程 看你是什么样的课程 自行建立一下 自己要上这样的课程 对对对对 你自己自己设定 好 你 好了 你就帮我按下建立 就会得到像这样一个空的 有没有 嗯 像这样就有空的 后面都可以再改哦 所以如果你现在暂时的随便打一个 没关系 好 那我们有课程之后呢 还不够 因为呢 你要放教材 对不对 所以说 你看到简报24页 我们一个课程里面 至少要有一个主题 老师可以把主题 想成是什么 资料夹的概念 资料夹的概念 所以比如说你可以用 周四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那或者是你要按照 课程的分类 比如说这是地理课 这是什么课 也可以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您先帮我增加一个主题 好吧 您先找一下主题 主题 新增主题 那主题呢 你要几个都没有关系 记得它就像资料夹的概念 好 我就新增三个 有没有 我们这样左手边这边 我这样就新增三个 那如果老师要调整顺序 怎么调 按住前面这个 前面这个 直接拖曳就好了 有没有 你就可以调整它的顺序 好 这个其实还蛮方便的 直接调整就好 现在老师呢 您主题设好了 刚刚也请大家找了一段 你想要加入教材的 这个YouTube影片 我先问一下老师 平常如果你在 找这个YouTube影片当教材的时候 你会做哪几件事情 复制网址 复制标题 还有呢 还有呢 还有很认真 有的会有那个 里面有一些摘要嘛 对不对 或者老师要上的内容 来你看 在OneNote里面 很过分 一个网址就搞定了 我做一次给大家看好不好 来你看 假设我要这一段 上面网址 在这里对不对 点到它 复制 好 那我就回到OneNote里面来咯 好 那我们刚刚有新增几个主题 我就在主题的下方 有没有这里有一个这个 把它按一下 新增单元 好 点下去 那在OneNote里面 其实最多的影片类型就是什么 最多的单元类型就是影片 有没有它可以做很多 包括测验那些都有 所以像我们在欧函端教室 我们不是有那个快问快答吗 你就可以在这边用这个问答 或是投票 投票就是单选题 你这边做了 那边就可以直接叫出来 这样就方便了 那我先从影片开始 你看 OneNote舍不得你打字哦 好不好 不要在什么单元一再来打 不要那么麻烦 直接存成草稿就好 好 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叫网址 影片网址 我们把它贴上去 老师 有没有标题自动把你抓到了 确认一下 要就点一下 有没有上去了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有没有把影片的时间抓出来了 自己拉动一下 我影片要从哪一个时间 看到什么时间 这样有没有简单 然后你看这里 单元的说明 有没有顺便把你抓进来了 你有没有感觉 人家舍不得你打字 真好 然后单元的说图 有没有自动把你抓到了 很快吧 所以好了 麻烦你 就直接按储存成草稿 有没有一个网址就搞定了 原来老师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工具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没有特别去用它 老师你可以多试几个试看看 好不好 所以你看我们像这样就很单纯 你只要有网址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把它加进来 千万不要打字哦 他都会自动帮你抓 千万不要打字 对 真好 老师底下有什么都会有 影片 缩图啊 他还自动帮你抓啊 因为YouTube影片有缩图啊 哎 不然你还要自己抓缩图 这样不是很 对啊 对啊 你看在这里教材的前面 有没有自动帮你把缩图秀出来了 这就是他刚抓的那个缩图啊 对啊 终于知道为什么你浪费了那么多青春时光了吧 那个钥匙为什么 来这个就是你这个教材的缩图 你如果不喜欢这个可以改 在设定这里 有没有 你的名称 你的图片可以选 对 就是他那个钥匙 哦 那个钥匙是等一下我们发布的时候 我会跟老师讲 如果他有钥匙要打开 表示这是公开的 那你也可以把它缩起来 就变成你只有你私人看得到 所以我们刚刚有讲 那个发现里面不是公开的嘛 就是你把它公布了 我确定要公开这样子 好 老师有没有感觉到这样加入影片方便很多 可以 可以哦 那再来我们要赶快把题目加进来咯 影片里面我们说可以出题对不对 怎么出题来 请看这里 你加进去的时候 可以设也可以像我现在我已经加入了 有没有后面有一个编辑 后边这边有没有是不是有个编辑 好 我就可以按这个编辑 看老师哦 你是加入的时候设定或者那个 加入之后再重新编辑都可以 你看 这里有没有叫做题目 题目 展开 在右手边 是不是有个新增 请问一个影片可以出几题 聪明 但是 如果你出超过三题 同学会给你一个回馈 老师我可以认真地看影片吗 你不要再问了好吗 哈哈哈哈 因为如果他会自动停嘛 对不对 所以你也可以不用管他啦 但是问题是时间到了就会跳出来 好 好来你看我按新增哦 有没有你在这里就可以输入老师的题目 那上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好像写email那个 对不对 所以你若有图片 有那个格式想设定 你可以直接握得设好直接贴进来 或者是你把你的那个图片就直接复制贴上就好了 这样了解吗 我做一次给老师看哦 比如说像这个 好 这个 我就把这个复制起来 里面是不是有超连结 所以老师在问同学题目的时候 假设你有想要参考资料 或者我要连到外面去的 你可以把连结做在里面啊 那我就直接点就好了 好 好你看我用这个哦 复制好 拿过去 这里贴进来 你看超连结没有一起进来 对不对 那如果我想要让他 连这个图 我上面这个图 也帮我抓进来 我就复制这个内容 复制 回到这边 Ctrl加V 你看图片有没有进来了 所以当那个题目跳出来之后 你就会看到 这样的说明 这样了解了 好 那图片如果太大 你可以再稍微缩小一点 事实上这里也可以插入影片啊 好 就是你把YouTube影片放进来 那重点来了 出好了题目 下面有没有看到 题目要出现在什么时间很重要啊 好 啊老师如果你自己有设定起始跟停止的时间 你千万不要把题目设在那个起始之前 这样是不会出现的 好 比如说我的好像是在 不到几分钟 前面是十分秒 好 这三个就是小时分秒 所以如果我是在四分钟 那我就在四分钟这里 下去 这样老师大概了解意思吗 对有 有在里面 我的是一分多嘛 那你看我第一个题目 有没有就出现在这里 那他的题目设定有两种 一种就是选择题 像我们刚刚不是有那个选择题吗 几 眼睛有几条嘛 所以如果你有那一种的 你就可以帮他加入选项 好 你看点进来 好 比如说 A 那我再加一个 B 看你有几个选项 你可以自己设定 然后 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在这里 眼睛他后面有正确答案 如果老师的正确答案只有一个 他就是单选题 如果我今天正确答案有两个 他就是多选题 所以这个是第一种 就是选择题的方式 所以你看我把正确答案勾起来 有没有这样就一个 如果我勾这个 那他的 回答的时候 那个跳出来 就会变成核取方块 如果是一个 就会变成圆柳 就是单选的 好 你看哦 这是第一种 好 存起来 那如果我要再增加第二题 我就在这边 再继续新增 好 那我就出现那五分钟好了 题目 好 这个我就单存演 第二题 但是 问答题 我就怎么样 不给他选项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变成问答题 因为问答题没有标准答案 也不要选 你只要告诉他 我什么时间出现这个题目就好了 老师就直接问同学 这样就好了 可以吗 好 你看哦 我就存档了 所以麻烦老师 如果你题目设好了 最下面这里 是不是有个储存层抄稿 按一下 这样就恭喜你 已经只剩下最后临门一脚 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 坤老师 请你先把题目设好 设好了 设好了 对 对